各位朋友 大家好 上一集呢 我们说到了萧皇后呢 就滞留在了窦建德处 窦建德对萧皇后也是一直以君臣之礼相待 窦建德把萧皇后和他的孙子杨正道安排到了武进县 就是他都城附近的一个县城里的居住 并没有向网络上传言的 说把他安排在了后宫 成了他的妃子 顺便说一句啊 在隋末的各路起君中 窦建德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窦建德呢 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 他一向是以仁义著称 他确实也是非常仁义的 可以说是站在了当时各路起君中的道德上的制高点 后来在虎劳关大战失利以后呢 他被李世民所扶 后来被李渊所杀 同时被扶的还有另外一个义军的首领叫王世冲 这个人呢 是公认的坚定之人 但是呢 李渊却杀了窦建德 留下了王世冲 这一举动啊 被后世人所诟病 因为窦建德是非常有人望的 特别是在河北一带 到后来窦建德的一部 刘黑塔又率不起 很快就恢复了河北全境 这也跟窦建德在河北的威望有密切的关系 如果当年李渊能够善待窦建德的话 应该不会有后来的刘黑塔之乱 和萧皇后在一起的杨正道是谁呢 杨正道是杨广的孙子 是杨广的二子 杨健的儿子 杨健呢 就是在上一集中我们提到的 那位死的时候 还以为是他父亲杨广杀的他的 那位杨广的二子 杨正道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 并不是当时于恩化及格外开恩 而是因为杨正道是一父子 就是说 在江都之变的时候 杨正道还没有生出来 萧皇后和杨正道在武进县居住没多久 东突厥的处罗克汗就派遣使者到了窦建德部 向他索要萧皇后以及杨正道一行人 原因呢 我想有两点 第一 萧皇后和杨正道作为隋朝的皇后和皇孙 本身在那个乱世中 就是一种稀缺的政治资源 东突厥把这样的政治资源抓在手里 是因为他对中原是有所图毛的 第二点呢 是和一个人有密切的关系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叫义承公主 说起这位义承公主啊 我就忍不住又要跑一下题了 这位义承公主啊 是隋朝的宗室女 还有一种说法呢 说她是隋扬帝的堂妹 她呢 是通过和亲政策作为隋朝的公主 嫁给了当时的东突厥启明可汗 说起这个和亲政策呀 可能就会有人对此诟病不已 说这是一个中原政权懦弱的表现 说是用女人的 说中原的男人都不管用了 用女人来换取和平 那是因为打不过人家 其实啊 大家想一想 和亲呢 是起始于汉朝 而和亲最多的时候呢 是在唐朝 而汉唐两朝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最强盛的 武力也是最强盛的时期 所以说和亲跟中原政权的武力是否强盛 并不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和亲呢 不管怎么说 在当时是一个有效的外交手段 可以避免一些因战争造成的生灵涂炭 所以说和亲是有积极的意义的 而被派去和亲的那些公主们 命运呢 也各有不同 有些呢 并没有成为郑氏夫人 像我们大家熟悉的王昭君 他嫁给了匈奴的呼喊爷蝉鱼 当时也只是一个排位在第五第六位的这么一个胭脂 并不是大胭脂 他的儿子最后也没有继承蝉鱼的位置 还有嫁给松赞干部的文成公主 在他入葬以后 也曾遭到了松赞干部 在娶文成公主之前 娶的一位尼泊尔的公主 叫尺尊公主的虐待 文成公主和松赞干部呢 做了九年的夫妻 但实际在一起呢 只有三年时间 后来松赞干部英年早逝 文成公主就一个人生活了三十多年 这段历史呢 现在争议非常大 就是说文成公主在西藏期间 到底受到了什么样的礼遇 她是松赞干部的正妻 还是说她只是一个小妾 她是不是一直被那位尺尊公主压制 还是说那位公主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存在 这方面争议都非常的大 这方面的话题很多 我今天呢 也只能是点到为止了 有兴趣的话 咱们在以后的节目中呢 再跟大家细细的聊 咱们还说这位亦成公主 在亦成公主之前 嫁给起民可汉的叫安逸公主 在安逸公主之前呢 还有一位中原政权派过去的公主 叫千金公主 她是当时北周王朝赵王余温后的女儿 后来嫁给了当时的都兰可汉 后来隋取代北周以后呢 隋文帝阳间就赐千金公主以阳姓 改名为大义公主 就变成了隋朝的和亲公主 后来有一次 杨坚送了一块屏风给这位大义公主 这个屏风呢 是从南臣的臣后主的皇宫中得到的 这位大义公主看到这屏风以后啊 不禁想到了自己以前的北周王朝 所以呢 忍不住就落下了眼泪 这件事情呢 就被杨坚知道了 杨坚担心将来这位大义公主会想着复国返随 于是呢 在起民可汉提出要和亲的时候呢 杨坚呢 就提出一个条件 就让起民可汉想办法杀死这个大义公主 起民可汉就答应了 然后施济让都兰可汉杀死了大义公主 这样安义公主才嫁给了起民可汉 但是安义公主呢 在突厥部的没生活几年就死了 于是一城公主又顶替了安义公主的位置 嫁给了起民可汉 这位起民可汉是东突厥部的首领 他可以说是被隋王朝一把屎一把尿拉扯起来的 因为他起事的时候非常的弱小 完全是在隋王朝的帮助下 最后统一了东突厥各部成为了东突厥的可汉 所以呢 一城公主嫁过去以后就是可敦 可敦又叫可赫敦 其实就是可汉的正室夫人王后 那为什么叫可敦呢 就是说在可汉的面前啊 其他人都得站着或者跪着 但是他呢 地位崇高可以敦着 所以叫可敦 这个当然是后世某个人胡说的啊 但是呢 大家可以这种方式来记忆啊 这种联想式的记忆法 有的朋友呢 曾经问过我为什么能记住这么多什么人名啊 地名啊 朝代名啊 年代等等 其实呢 有时候记忆也要讲究一些方法啊 这也就是方法之一 联想式记忆法 说起来 这位义成公主和萧皇后啊 应该也算是熟人了 萧皇后曾经在草原和义成公主见过一面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就要说起隋阳帝的北巡 隋阳帝啊 大家都知道 可以说是史上最尊贵的旅友 爱好旅游 嗯 他在为十几年时间在长安城里的就呆过一年 剩下的十多年 要不然在江都 要不然就在四处的旅游之中 这在后世呢 也成了隋阳帝王国的罪证之一 其实啊 隋阳帝很多的出巡都是有他的政治目的的 比如说这次的北巡 还有隋后的西巡 北巡就是来到了草原的突厥王庭 当时隋阳帝是带了五十万的士兵 还有十几万的随从人员 浩浩荡荡的北上草原 当时呢 隋阳帝是坐在一个能够移动的皇宫之上 过往的草原牧民看到这样的情景啊 都以为神来了 都是贵服于地 不敢仰视 隋阳帝北巡之前啊 还派了一个大臣到突厥的王庭去实地考察 这个很自然嘛 现在的一个国家元首去另外一个国家访问 之前也会派出官员啊 去进行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这个很自然 隋阳帝派出去的这个人呢 叫掌孙盛 这个人也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一个人 掌孙盛到了突厥的崖障 就是他的王庭啊 见到了启狸克汗 他走出崖障的时候呢 突然伏下身去去闻地上的那些草 旁边的启狸克汗就觉得很奇怪 说您这是做什么呢 掌孙盛就说呢 我闻闻这个草有没有香味 启狸克汗也低头闻了闻 说的这个草没有什么香味啊 然后掌孙盛就说哦 没有香味 掌孙盛就说呢 说在我们的大隋朝啊 如果皇帝出行 那走的路都要修缮整齐的 你这里呢 还有这么多杂草 还没有被拔掉 我猜呢 可能是不是因为这个草有香味 所以你特意留下来的呢 启狸克汗一听就明白了哦 这是人家挑礼了 于是呢 启狸克汗就亲自和手下的王公大臣们 把这个崖障前的草啊都拔干净 而且后来还修了一千多里的玉道 专门供隋阳帝巡行之用 这位掌孙盛名字 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 但是如果说起他的儿子女儿女婿 大家一定觉得不陌生 他的儿子是谁呢 他的儿子叫掌孙吴继 他的女儿就是后来的掌孙皇后 他的女婿就是唐太宗李世民 其实就是不用借助他儿子女儿的女婿的光辉 掌孙盛在历史上也是留有一笔的 大家知道有一句成语叫一剑双雕 就是源自于这位掌孙盛 掌孙盛的年少时候呢 上午善于骑射 不是很爱读书 但是骑射功夫在北周的那些贵族子弟中是出类拔萃的 他也是后来护送北周的千金公主 去突厥和亲的使团的副团长 当时突厥的可汗叫沙伯略可汗 他一向是瞧不起北周的这些武人 因为在之前啊 北周的武人跟突厥的勇士比起来啊 总是落于下风 这一次呢 沙伯略可汗也想考考这次来的掌孙盛 他们的武力如何 于是呢 就在很远的地方呢 挂了一枚铜钱 让掌孙盛呢 拿剑来射 掌孙盛一剑就穿过铜钱的前眼 当时可以说是寄精四作 从此以后 掌孙盛就得到了沙伯略可汗的器重 在使团其他成员都回国以后 掌孙盛还滞留在了突厥达一年之久 这一年时间啊 掌孙盛一点没闲着 除了跟沙伯略可汗四处狩猎以外 他还仔细的观察草原的山川地形 还把突厥几个可汗之间的恩恩怨怨了解的非常清楚 说有一次他跟沙伯略可汗狩猎的时候 沙伯略可汗呢 看到有两只鹰在争食纠缠在一起 于是呢 他就给了掌孙盛两只剑 说你把这两只鹰啊 给我射下来 看看你的功夫如何 掌孙盛呢 看了一眼天上的两只鹰 然后只拿了一只剑就策马飞奔而去 然后看准时机 就把这两只真实的老鹰一剑贯穿 这就是后来一剑双雕这个成语的由来 后来北周被隋所取代 沙伯略可汗呢 也以此为借口 说是为北周复仇 就带了几十万大兵呢 来伐隋 当时也是掌孙盛给隋本帝阳间出了一个远交进攻 离强服弱的这么一个富有战略性的建议 因为他非常熟知几位突厥克汗之间的矛盾 他就让隋文帝阳间利用这些矛盾 挑起他们内部的纷争 最后导致沙伯略克汗不得不退兵 而且之后呢还向隋王朝称臣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从此以后突厥就分成了东突厥和西突厥两部 这也让曾经强大无比的突厥王朝最后分崩离弃 这应该算是隋王朝为以后的唐王朝送下的一份厚礼 而其中呢 掌孙盛可以说是鞠躬至尾 好的 咱们继续说隋阳帝的这次北巡 隋阳帝到达了启明可汗的崖障以后呢 隋阳帝呢 就高高的坐在那个可移动的皇宫之上 接受启明可汗以及各位王公大臣的跪拜 在史书上记载啊 说当时的启明可汗是奉商圣奉 贵福圣屋 而王侯以下搁毯于帐前 莫敢仰视 什么意思呢 就是启明可汗跪在地上 手里捧着酒 祝隋阳帝阳广万寿乌江永远健康 而自王侯以下那些大臣们呢 则是把自己的肩膀上的肉搁下来 让隋阳帝来吃 那些大臣们纷纷喊着皇帝 您来这块吧 这块新鲜 有的呢就说皇帝你吃我的吧 我的肉很干净 我三个月前刚洗的 当然了 后面这番话是后世的某个人乱加进去的 只是以搏一笑 不是史料所载 在之后呢 隋隋阳帝一起出访的萧皇后 也和易成公主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 进行了密切的商谈 也可以说是寥寥家常 因为两个人本来就是亲戚嘛 所以说易成公主是认识小皇后的 隋阳帝这次北巡呢 是大概在大业三年 也就是公元的607年 后来呢隋阳帝又去了一次 这是在大业的14年 那时候呢 隋阳帝已经两征高丽失败 国际威望降到了冰点 这次隋阳帝出访呢 也是有政治目的的 他也是想说服东屠爵能够帮助他一起征讨高丽 但是这一次啊 他得到的礼遇就和上一次大相径庭了 这时候东屠爵的可汗叫史碧可汗 他是启民可汗的儿子 启民可汗死了以后呢 就把皇位传给了他 同时呢 按照草原的收纪婚制度 一成公主也嫁给了史碧可汗 这个时候隋朝跟突厥两方的态势 就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隋朝呢 经历两次高丽战乱以后 国内呢 也发生了阳选感的叛乱 国力呢 逐渐的衰弱 而突厥呢 则日渐强大 这时候的史碧可汗 已经不甘于做隋朝的附庸国了 而且啊 当时隋阳帝杨广采纳了大臣裴聚的建议 这个裴聚呢 是继长孙胜之后主要从事外交工作的这么一个大臣 裴聚呢 就跟隋阳帝说要分化突厥部 怎么分化呢 就是把一位公主啊 嫁给史碧可汗的弟弟 这样的话就引起他们之间的猜忌 但是呢 史碧可汗这个弟弟啊 胆小 他不敢得罪他的哥哥 就把这件事情啊 告诉了他的哥哥 于是呢 史碧可汗对隋朝就非常有意见 在其后呢 又发生了一件事 史碧可汗呢 手下有一位大臣 可以说是当时有名的鹰派 就是鼓励史碧可汗去侵犯大隋 裴聚觉得这个人是个威胁 然后裴聚呢 就失忌把这个大臣呢 诱骗到了隋朝的境地 然后把他抓起来杀了 杀了以后呢 还告诉史碧可汗说 这个大臣呢 他想毛反 跑到我这里来了 我就把他杀了 说你要好好管束你的部下 这件事情啊 让史碧可汗非常生气 第一他是非常信任这个大臣的 知道这个大臣不会毛反 第二他也觉得即使是大臣毛反 处置也应该由我来做 怎么什么时候轮到你隋阳帝来杀我的人了 通过这些事啊 两国实际已经交恶 但是隋阳帝呢 还是不以为意 他还是想去北巡突厥 但是一城公主作为隋阳帝在突厥王庭最大的无间道 他事先就告诉了隋阳帝 史碧可汗对他已经很有恶意 让他不要来 但是隋阳帝得到信的时候 已经到了燕门关了 而史碧可汗也调遣了几十万大军 就把燕门关团团的围住 这时候隋阳帝就非常的紧张了 紧张的甚至是非常的害怕 史料记载隋阳帝为此抱着他的儿子一起痛哭 目尽肿 就是眼睛都哭肿了 后来他下面的一个大臣叫萧渝的 这个萧渝就是萧皇后的亲弟弟 萧渝给他出了一主意 说你要采取这两个步骤 第一 你要联系咱们在突厥王朝的那位无间道 一城公主 让他想办法让史碧可汗撤军 第二 你要鼓励士族 鼓励他们积极作战 如果说能够脱险 加官进爵 如果你以前只是一个白丁 这次一下可以做六品官 还许诺了很多物质奖励 同时呢 萧渝还说 让隋阳帝和这些禁军们承诺 说以后不会再征讨辽东了 隋阳帝就采纳了萧渝的建议 派人去联系了一城公主 这边呢 士兵们听到了这些赏赐 又听说不会再征讨高丽了 士气大振 也积极的上城防守 老百姓也是积极的参与进去 而在一城公主这边呢 也开始了行动 在突厥部啊 可敦是可以参与军事行动的 他不像在汉族的政权里头 女人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 在突厥部可敦是有足够的发言权的 当时史碧克汗出征 一城公主呢 是驻守在了后方 所以一城公主就派人烧信给史碧克汗 说北边有人入侵 说的现在形势非常危急 你要马上回兵 史碧克汗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呢 他就做了一番综合考虑 考虑到隋朝的秦王的部队也纷纷赶来 而且呢 燕门关防守呢 也越发的坚固 又考虑到自己的北边可能受外敌入侵 这样的话权衡离弊以后 史碧克汗就撤军了 杨广得以逃过这一难 一半的功劳要归在一城公主身上 后来杨广却背弃了自己的诺言 说好的提拔到六品 最后只给了一个纵九品的虚弦 而且呢 赏赐呢 也是七寇八寇 十不胜一 答应的不再征讨辽东 最后也没有兑现 这也是最后导致禁军叛乱的原因之一 因为杨广这时候已经失戏于天下 甚至失戏于自己身边的禁军了 不好意思 又有点跑题了 那咱们就不妨再多跑两步 这个隋阳帝呀 不光进行了北巡以外呀 他还做了西巡 西巡呢 就是往青海那边走 隋阳帝西巡的最大贡献是什么呢 他打败了当时统治青海地区的土育魂 隋阳帝的出巡呢 并不只是游山玩水啊 耀武扬威 像在隋阳帝西巡的时候啊 很多路都是需要步行的 那也是非常艰苦的 他这次西巡呢 总共用了半年的时间 这半年时间呢 又要行那么难走的路 还要作战 实际上是非常辛苦的 打败了土育魂以后 隋阳帝呢 在西北地区设立了四郡 算是中原政权对青海省这个地方第一次实行了直接的统治 而且更重要的是由此打开了丝绸之路 这为以后唐王朝丝绸之路的发展是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所以说呀 这个隋王朝为唐王朝做的嫁衣商啊 那个真是太多了 从这一点来看啊 最后给杨广的嗜好是杨 这样一个恶事实际上是有点不太厚道的 好了 跑题回来 咱们再继续说萧皇后 这次突厥向斗建德索要萧皇后 背后义成公主应该是做了很多工作 义成公主除了向斗建德索要萧皇后一行人以外 还向斗建德要了另外一件东西 什么呢 就是余文化级的头颅 拿余文化级的脑袋做什么用呢 是把他的脑袋挂在大帐前的旗杆之上 当路灯使用 草原不是晚上黑吗 这样就会有光亮了 后世有人就把余文化级的脑袋称作草原之光 于是萧皇后以及皇孙杨正道就被送到了草原 当时突厥的可汗叫处罗可汗 已经不是使臂可汗了 处罗可汗是使臂可汗的兄弟 而同样也是按照草原的收纪婚制度 这时候的义成公主也嫁给了扫罗可汗 这已经是义成公主的第三嫁 罗可汗也非常尊重萧皇后一行 特别把萧皇后和杨正道安排在了定乡 这么一个地方 而且还把从中原逃难过来的一万多名的隋朝的子民 都划给了杨正道 做杨正道的子民 也就是让杨正道在定乡这个地方继续着隋王朝的延续 而萧皇后呢 这时候也和她的皇孙杨正道一起住在了定乡 并不是像网上所说的就成了突厥可汗的王妃 出罗可汗只执政了一年时间就病逝了 韩魏呢就传给了她的兄弟 以杰力可汗 与皇位一同传给她兄弟的还有她的可敦 义成公主 这就是义成公主的第四嫁 这次的夫君是杰力可汗 而这时候呢隋朝已经灭亡 唐朝已经建立起来了 义成公主作为隋朝皇室的宗室女 一直想为隋朝复仇 所以呢 她就鼓动杰力可汗 向当时的唐朝发动进攻 而萧皇后作为隋朝的皇后 却并没有像义成公主那样好战 她呢还是希望不要打仗 但是杰力可汗明显是更加尊重义成公主的意见 就多次的发兵犯禁 在贞观初年 就是李世民刚刚通过玄武门之变登上皇位以后 杰力可汗的大军就打过来了 当时是在渭水河的北岸 李世民只身来到了渭水河南岸 与北岸的杰力可汗直接对话 当时两个人说了什么 史料上没有记载 但是随后呢 杰力可汗就退兵了 应该是李世民当时答应了杰力可汗的一些要求 杰力可汗呢 也感受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自信 和他军力的强盛 因为在这之前呢 突厥军和玉池靖德率领的唐军 曾经打过一仗 玉池靖德取得了胜利 但是突厥军的整体实力呢 并没有因此而受损 所以突厥军最后的撤军 李世民一定付出了相应的代价的 李世民和杰力可汗 杀白马为盟 算是定立了一个互不侵犯的条约 后来四年以后 也就是在贞观四年的时候 突厥境内呢 连遭大汗 内部呢也分崩离系 杰力可汗的实力呢 大大受损 这时候 这时候唐王朝的实力却是日渐强盛 于是啊 李世民就派他手下的大将李靖 李靖可以说是当时唐朝的军神 派兵征讨东突厥 在临行之前呀 唐太宗李世民还给李靖了一个特出的任务 就是让李靖击败东突厥以后 要迎萧皇后回中原 那么李世民为什么想要萧皇后回到中原呢 是李世民贪慕萧皇后的美色吗 其实完全不是 李世民之所以这么做呢 一来从政治方面来说 萧皇后呢 是作为前朝的皇族人员 他还是有他的政治影响力的 而李世王朝 唐王朝作为隋王朝的延续 他也要成绩前王朝留下的资产 而迎接前王朝的皇后回朝 既可以免除后患 不管怎么说 外面有一个流亡政府存在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而且又能够极大的安抚隋朝的 遗老遗少们的人心 又能够体现唐王朝皇帝的人后宽宏 同时从私的角度来说 大家都知道李世王朝跟杨世王朝 本身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萧皇后呢 说起来也是李世民的表审 而且萧皇后又是李世民名义上的丈母娘 因为李世民其中有一个妃子 叫杨妃就是杨广的庶生女 她不是萧皇后的亲生女儿 但是呢 按理来说 她也要遵萧皇后为嫡母 这样的话 萧皇后也就是李世民的丈母娘了 说起这杨妃啊 和李世民还生了一个皇子 叫吴王李克 李世民呢 觉得他的诸多皇子中 这个吴王是和他最相像的 曾经一度啊 想让这位吴王李克为太子 但是呢 后来被长孙无忌给否决了 长孙无忌为什么否决他呢 因为吴王李克并不是他的亲外甥 而且呢 吴王李克的年龄呢 也比后来成为皇帝的理智要大 而且呢 性格更加坚毅 不好掌握 最后吴王李克也被刺死了 刚才说到李靖攻打东突爵部 一路上可以说是摧枯拉朽 最后杰利可汗看到大事不妙 就向唐太宗求和 唐太宗呢 表面上也答应求和 还派出了使者与东突爵议和 而在前方作战的李靖呢 却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彻底消灭东突爵的机会 于是李靖亲自率领着三千铁骑 突袭了突爵的王庭 杰利可汗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最终被俘 同时被俘的还有他那位可敦 就是义成公主 曾经猖獗的不可一世 曾经逼着唐太宗李世民在渭水签订城下之盟的杰利 被俘之后就投降了 而义成公主却依然毫不屈服 依然大骂李靖和李氏家族切割 最后李靖奉命杀死了义成公主 而且是暴尸荒外 不许别人收尸 义成公主这一生可以说是完完全全的献给了大隋王朝 他先是奉献了自己的青春 他先后嫁给了四位突爵可汗 最后他又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虽然说他是因异己的执念鼓动了突爵对大唐王朝的战争 导致兵戈相向声名扑探 可是他对大隋王朝的忠诚 对自己信念的坚守 也是值得人们尊重的 他虽然不是隋朝名副其实的真公主 但他绝对是最忠于隋朝的公主 杰利可汗最后终老于长安 至此到贞观四年 东突爵灭亡 后来到了唐高宗李治时期 西突爵最后一位可汗 阿什纳赫鲁也被唐军击败 押入长安 西突爵帝国灭亡 而当时唐军的主帅 正是这次灭东突爵突击战中一战成名的大将军苏定方 从那以后 曾经威胁中国北部边境数百年之久的突爵帝国 基本上就算是退出了历史舞台 虽然在唐宣宗时代又出现了一个后突爵 但是呢 已经难成大气 最后呢 也被击败突爵部落 沿着欧亚草原被迫西迁 后来信奉了伊斯兰教 又发展成了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强大帝国 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李靖就压解着被俘的杰利可汗得胜还朝 同时呢 也护送着肖皇后以及皇孙杨正道 重回故里 肖皇后也就这样经过了多年的漂泊以后 重新回到了中原故里 她在长安受到了李世民的礼贷 李世民呢 在长安城的新安礼为肖皇后置办了一个宅院 又封杨正道为散记园外郎 就相当于一个副司长这么一个职务 这时候肖皇后已经60多岁 李世民呢 当时是30多岁 不管说是出于两个人的亲戚关系 这两个人是隔代人 还是说两个人巨大的年龄差距 说李世民宠幸肖皇后 还把肖皇后封为了昭蓉等等 这些话的人脑洞开的是不是也太大了 而且啊 还有一件事 也可以证明李世民跟肖皇后没有那种关系 是什么事呢 是在肖皇后去世以后 肖皇后呢 是大概81岁的时候去世的 去世以后 李世民又重新恢复了肖皇后皇后的尊号 又把她和隋阳帝阳广合葬在了扬州 大家想想 如果肖皇后曾经是李世民的妃嫔的话 那么李世民怎么可能容忍自己的女人和另外一个男人合葬 难道说李世民这么喜欢自己给自己戴绿帽子 而且一戴还是戴青藏高原这么大的帽子 后来在2013年的时候啊 隋阳帝和肖皇后的墓被偶然的发现了 是当时的一个房地产公司在做土地开发的时候 就意外的挖掘到了隋阳帝墓 网上呢 还说这个房地产公司的经理呢 叫杨勇说是杨广的大哥 终于报了仇 可以说是君子报仇 千年不晚 但这都是网传都不可全信 在墓中呢 发现了很多文物 比如说说有十三环的金玉蝶蟹带 这个十三环呢 是当时帝王的规格 还有肖皇后带过的皇冠 皇冠上面有十三棵花束 一般隋朝的皇后呢 是带有十二棵花束 而肖皇后这个皇冠却有十三棵 因为这是唐太宗李世民 为了表示对肖皇后的尊敬 特别加了一棵花束 此外还发现了两棵牙齿 后来证实这是隋阳帝的牙齿 还有肖皇后的骨骸 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测得肖皇后的身高为一米五零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可能呢有点跑题 但是呢 我也是想通过肖皇后这条线 把一些相关的历史知识 跟大家一起分享 好的 谢谢大家观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